现在是晚上九点,因为现在出来购物的话人比较少一点 然后我来到这一家比较富豪云集的这个地方的一家超市来买东西 所以今天路上人比较少一点,白天可能人多一点 从昨天开始,所有商店除了超市和药店以外都被禁止营业 因为疫情在伊朗新年后又出现了第二波高峰反弹 所以政府被迫采取命令关门的方式 其实两周前就通知了商场要关门 但一直没有实际强制,可能是考虑到节前消费旺季 如果不让开门做生意,会是已经崩溃的经济雪上加霜 政府不强制,民众不自觉,结果就是感染人数居高不下 商店食品都在打折 这家超市管理严格,门口需要彻底温进入 这是伊朗大米,伊朗大米是在这里是最好吃的大米 这个价格是大概是8块人民币吧 货品一贯的很充足 正常营业时间到晚上10点后 这个点顾客少,相对安全 很多人不愿意戴口罩 所以在人流拥挤的地方还是要担心的 食品买回去,必须要消毒 疫情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今天是满载而归了 又能安心的过几天闭门生活了 大家都在盼望疫情早点结束 回归正常生活